2022世界机关王大赛世界赛之天在中兴大学登场 分成机关整合赛机器人任务赛以及积木创客杯 吸引全国高中和国中小一共200多只队伍参加 主办单位希望透过活动来培育学生跨领域整合 还有科学理解应用的能力 评审团队倒数计时参赛队伍 忙着做最后的测试跟组装 2022世界机关王大赛这天在中兴大学登场 而透过了智能程式及结构积木组装 要让机关产生连锁反应 也口验着团队的默契 每个关卡我们是设计成就是蓝牙八级的青东一景 然后每个关卡就是一个场景 然后这样跑就很像是歌剧人在演戏 然后就是这样顺下来 其实我们中间也都许多的吵架 一间不合之类的 但不过就是过前就好了 我们108课就是教小朋友要有 就是整合同育的能力 然后说故事的能力 所以我们觉得Steam就是用我们的积木可以充分的发挥 用很短的时间把你自己的创意组出来 然后因为要团队合作 小朋友中间的沟通非常的重要 主办当外表示 这次一共有200多支的队伍参赛分为机关整合赛 机器人政务赛以及积木创客杯 而其中的机关整合赛以与水土共存为主题 来强化环境教具 而机器人政务赛则是考验解决问题能力 与团队合作精神 而至于积木创客杯 则是给幼儿园以及国小生来奠定城市机械的能力 主办当外也指出 透过了竞赛可以提升基础科学教具 而藉由组装机械的过程 融合了Steam教具 培养知识应用 及解决问题能力 这里像台中采访不到